我的儿子几年前是从中国来到新加坡 当时在家附近的邻里小学暴读小二 因为从一个全华文的一个环境 来到一个英文教学的环境 当时儿子几乎半年时间根本都听不懂老师讲课 当时我们能感到儿子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只好送他去补习 2018年儿子参加了小六会考 家里人望子成农心切 偏偏我太太公司同事和朋友的孩子 又出了好几个学霸 都考进了名校 这使我太太更加乐切期盼儿子 也能考入华中或者像来福市这样的中学 虽然那时候自己刚刚开始学佛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觉得应该学佛了以后 应该是一切都要随缘 可是自己还是忍不住 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祈求 在祈求之前我和儿子进行了一次交谈 当时我问他以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大概能考到多少分 儿子告诉我大概他能考到250分 我们当时就有查往年的华中和来福市中学的 录取分数线 当时来看应该是在258分左右 虽然只有可能8分 但是其实是我们也知道非常的困难 那个时候大概离小六会考 还剩下3到4个月的时间 又因为我当时自己学佛能力有限 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帮孩子念经 我跪在佛台前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他能够考出他最好的成绩 考上理想的中学 当时我每天为他念诵七遍心经 二十七遍准提神咒 我还托中国的同修 每个初一十五为他放生 救刀下鱼 并为他的药金者许愿烧送十五张的经文组合 在他考试期间 我就帮他念心经 不停地念准提神咒 直到成绩出来的前一两个星期 我当时才烧送完许愿的十五张小房子 当时我是三张三张一波这样烧 没想到成绩公布的那天 儿子既然每一科都拿到A 连他最不擅长的英文也是A 请大家看一下他当时的成绩单 而且当时学校的校长跟我们说 他既然考到学校的前五名 总分是257分加两分 加分是高华的加分 而在这一年偏偏华中的录取分数线 去年是新加坡最高的 就是259分 正好是我儿子加上两分加分的分数 居然一分都没有多 一分都没少 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真的有求必应 在12月19号我收到短信 早上念经后 我收到教育部短信 儿子被华中录取了 当时真的是 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真的很没有想到 如台长师傅教我们要证求 比如求身体健康 学业进步 消灾吉祥 广度有缘 观世音菩萨都是有求必应 叫我们不要去求人间的名和利 那些都是不长久的 我想遇到心灵法门 真的是太幸福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始终在关心我们 保佑着我和家人 给我们这些佛子们最好的安排 再次感恩南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在我2016年一开始 学习心灵法门的时候 我就频繁地梦到我去世的爷爷 让我深刻感受到 人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 灵魂是不灭的 只有好好的在人间修行修心 才可以往生散处 所以自己就坚持念小房子 还债和超度亡人 我刚开始念经 念经时一直都打瞌睡 但是师父说 无论多忙 每天都要念经 最起码要念大悲咒和心经 所以不管自己身在何处 我都坚持念功课 2017年12月 我和家人朋友 去游轮三天 我也没有停下念经做功课 随着坚持念功课 我到2018年 感觉功力有所增强 觉得小房子的效果 也越来越明显 修行的法喜越来越多 2018年5月 在新加坡法会上 新加坡的师兄分享了 在观音堂跪拜 念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文 宵夜很快 于是我就在家里的佛台前 试着跪拜念礼佛 一开始感觉全身非常的酸痛 而且同时 豆大的汗珠 滴滴答答 从额头往下滴 拜电都全部湿了 就这样 持续了很多天 才停止流汗 佛菩萨的加持力非常巨大 感恩师兄的分享 我想同修们应该 广大佛友和同修们 应该也是可以尝试 2018年12月23号 阿弥陀佛圣诞日那天 我终于设置了新的佛台 就是我们供奉了 东方台的六尊菩萨 当天晚上 我居然梦见了 卢台长 特别的慈祥 来到我身边 满脸笑容 还将手放在我身上 像是在为我治病 早上醒来 特别的温暖 这也是我第一次梦见 卢台长和我这么靠近的 讲话和治病 2019年3月的一天晚上 由于连续几日工作很繁忙 我感到非常疲倦 但是还没有给菩萨上碗香 也没有念完功课 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上了香 这时忽然感觉头上 颈上 马上热起来了 整个人顿时有了精神 念经也很有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有时觉得学佛很苦 别人在聚会 在吃喝 在K歌 在派对 而我们却在念经 我们在看白话佛法 我们在听 卢台长师父的开示 但是师父说 学佛的苦 是苦一时 不学佛更苦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苦空无常 来世还要再六道轮回 学佛人已经不再追求那些虚假的东西 万般带不走 只有孽随身 不再被五欲六成所揽 放下万元 当下得解脱 谢谢 学佛让我唤醒了慈悲心 吃素 不予动物结怨 也让身体更干净 学佛后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受委屈 被欺负都变得越来越不会生气 什么都看得很淡 不会助心了 现在在事业上和生意上 被人赖账 也不去恨他们 宽恕他们 觉得是在还他们的债 也觉得他们可怜 没有修心 遇到很多机会来了又走了 都随缘 不执着 不会像过去一样拼命地去争取 凡事付出足够的努力就随缘 真来的不是我的 也不会长久 只有修来的才是自己的 应该积累功德和不断提高境界 这些都是佛法带给我和家人的真实改变 希望大家也能早日感受和修行的喜悦 感受到修行的喜悦 从修行中受益 好的 感恩大家 如果今天的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 请大家原谅 dann dan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